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避免应单支股票的风险而导致整个投资组合的损失 分散投资的实现方法有很多种 包括选择不同行业和公司的股票 投资基金 ETF等等降低风险 分散投资最重要的好处是降低风险 如果您只投资于一支股票或同一行业的股票 那么当该股票或行业出现问题时 您的投资组合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如果您将资金分散到不同的行业和公司的股票中 那么即使其中一支股票或行业出现问题 您的整体风险也会降低 因此分散投资可以使您更加安全的投资 然后分散投资的另一个好处是提高回报 通过选择不同行业和公司的股票 可以使您的投资组合更加平衡和多样化 从而提高回报 如果您只投资于一支股票或同一行业的股票 那么您的回报受到的影响会非常大 而如果您将资金分散到不同的行业和公司的股票中 那么即使其中一支股票或行业表现不佳 其他股票或行业的表现可能会弥补亏损 在进行投资时实现分散投资的方法 需要考虑不同行业和公司的特点和前景 您需要选择一些具有良好经营业绩和前景的公司 并根据其市值和资产规模来控制单支股票的投资比例 同时您也需要关注市场情况和股票价格的波动 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调整投资组合 实现更好的回报 除了选择不同行业和公司的股票进行分散投资之外 投资基金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分散投资工具 股票基金通常投资于多支股票 以实现更加分散的投资 直输基金也是一种分散投资的投资工具 它可以让您投资于整个市场或特定行业的股票 从而实现更加分散的投资 投资基金有很多好处 例如专业的管理 更加稳定的收益和更加分散的投资 可以让您更加轻松地实现分散投资 如何制定分散投资计划使得重要一步 首先您需要确定您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这些因素将有助于您确定投资时间表和投资组合 其次您需要选择不同行业和公司的股票 并根据市值和资产规模来控制单只股票的投资比例 同时您也需要关注市场情况和股票价格的波动 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调整投资组合 实现更好的回报 此外您还可以考虑投资基金等工具 以实现更加分散的投资 尽管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 但仍然存在一些风险 例如如果您选择的所有股票都在同一行业中 那么即使您将它们分散投资 仍然可能会受到该行业整体表现的影响 此外如果您选择的股票都来自同一个地区或同一个国家 那么政治和经济因素可能会对您的投资产生影响 因此您需要在进行分散投资时 要考虑到这些风险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风险 总的来说 分散投资是股票投资中的重要策略之一 它可以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 并提高长期回报 通过选择不同行业和公司的股票 投资基金等工具 您可以轻松地实现分散投资 从而在股票市场上取得更好的回报 如果您能够掌握分散投资的策略 并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进行投资 那么您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取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请订阅智能解读股票密码频道 按赞和分享我们的内容 别错过下一集 我们还提供最新市场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